白胡子的五番队队长花剑比斯塔 曾占平鹰眼 他到底什么实力 现在的索隆能否打败 占平鹰眼这个有点夸张了 你要这么说 老杀的顶上战争也占平鹰眼 当然这两人当时 对战鹰眼的保护对象都是陆飞 鹰眼对陆飞的立场 其实也很明确 当陆飞悬赏成为东海投号恶人的时候 是鹰眼拿着陆飞的悬赏单 专门去给红发看的 他仰值的未来最强剑豪 也就在陆飞的船上 顶上战争 他只是意思一下 不可能会杀死陆飞 比斯塔当时出手 拦住鹰眼 和鹰眼实现所谓的55K场面的时候 鹰眼的注意力 其实也不在比斯塔身上 而是一直在陆飞 或者是在巴基身上 所以比斯塔只是场面上占平鹰眼 真实的实力和鹰眼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但他的实力也是绝对够的 鹰眼一上来就爆出他的名字 也足见鹰眼对他实力的认可 而且比斯塔和马尔克 还一起伤了赤犬 在顶上大战的时期 被赤犬说你们用了霸气 结合这两个表现来看 比斯塔的顶上单身的表现 可能仅次于马尔克和乔兹 是当时白胡子之下真正的第三人 也就是第三富皇 所以他才能达到 表面上占平鹰眼的表现 这比当时锁龙 被鹰眼一把小刀就碾压的情况 可强太多了 当然现在 他恐怕已经不是锁龙的对手了 比斯塔的实力是第三富皇 锁龙已经是第一富皇的上游战力